三十九 无能猎徒 反于诋毁嫉妒他祸之财功 聚得之事 夺在敬佩笑颜他人之忧击 犹是查见猎徒未藏私僻 以悔计而为遮障盖之羞残 所为事也 凡是那些既没有能力 品德又低下的丑劣之人 大多数都抵赖 诽谤 嫉妒有才干的人 有才干的人 往往无端遭到这批 无能无知识的猎恶之徒的诽谤 诋毁 其实他们做出的不良行为 不仅使他们自身受到伤害 还给事业带来影响 给社会造成损失 无数的势力 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 无能无学的人 大部分是要破坏 有才有势之士的 而具备道德的有学问的人 则大多数是敬佩和笑颜 学习其他人的优异成绩 见到别人好的地方 他就会赞叹 所以 由此看来 整个人类社会 基本上都是 无能猎徒 以藏于自己的私僻 来抵赖 遮盖 自己的不足之处 做遮羞护短之用 没有其他什么多的理由可谈 这种行为的目的 就是为了遮藏修僻 极灭公义 妄自增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